注意看,在迷你世界中的森林深处 这里不仅有树木,而且还有红色的团子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团子在迷你世界中只有红色的 错,其实在迷你世界中的沙漠深处 还有黄色的团子 你们难道不好奇它长什么样子吗 众所周知,在迷你世界中的沙漠有沙尘暴 如果你也经历过沙尘暴 那么请点一个赞 对了小伙伴们 听说在评论区中打出沙尘暴 就会有新特效出现哦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迷你世界中的团子 它非常的可怕 它可以使用泡泡糖将它们驯服 并且当你驯服完团子以后 它们会脱掉自己的外壳 此时我们只需要拿出变弹枪 把驯服好的团子装进变弹枪中 让它变成生物弹 然后把它放进发射器 此时你再按下开关 就会发现团子它居然变成了大象 在评论区中扣出 六八二四 你将会知道为什么团子 它居然能变成大象 那么隐藏在沙漠深处的黄色团子 它究竟长什么样子 今天我和学姐就发现了 沙漠中的黄色团子 它有着白色的眼睛 黄色的身体 非常的奇怪 所以说迷你世界中的团子 不只有红色 还有黄色的团子 你们知道了吗